老兵不死见军节仅以本组照片向英雄致敬拍照三年后有人已不在。 赞助商链接。 这是一组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拍摄的老兵照片,如今两年过去有人已经离开了我们,在世的老兵也都是冒蝶之年。 当时拍摄了50多位,每到节点性日子,我都会拿出来发一遍,自己都感觉腻了,但还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老英雄的英姿。 今天是建军91周年纪念日,就让我们再回顾一次老兵的风采。 图为赵云端,在战场上获得多项荣誉。 这是王宝言老人,拍摄完成后没多久,老人家就去世了,1945年6月抗战胜利前期入伍。 赞助商链接 这是陈道贤老人,在部队中任职私药厂等职,荣获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解放奖章。 这是朝代与老人,1922年3月出生,早在1936年6月就入伍,参加过淮海、上海、抗美援朝等战役,荣莉三等功。 这是崔兰新老人,曾追随杨国夫司令员开赴东北,解放海南岛中加入渡海先锋营,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,后转业地方。 赞助商链接 这是高启轩老人,从送情报的小八路开始,逐渐成长为真正的军人,1946年7月,战斗中负伤后,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。 负伤后的十年时间里,他每隔几天吐血一次,直到吐出了胃里的蛋头。 这是高英才老人,1944年入伍,主要参与了山东军区大反攻,四平战役,解放长春,解放沈阳等战斗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这是当时拍摄的为数不多的女兵刘桂香老人,1944年8月参军,后响应号召1948年复原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这是楼志平老人,1952年复原后一直在农村生活至今。 这是潘长太老人,相比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力下的赫赫战功,他退伍后为无名烈士守护四十年的经历更广为人知。 其育成,1945年,1945年参加对日全面大作战,1952年,抗美援朝结束后回到地方参加建设,一直在农村生活。 赞助商链接 这是孙家汇老人,1928年出生,1941年参加黄华任司令员的纪录边区支队,被评为二等一级伤残。 这是孙庆堂老人,1922年12月出生,1945年7月15日参加八路军渤海军区后勤,荣立三等功一次。 1951年,1951年调到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百九十五师直属营入朝作战,立三等功一次,到1952年整编回国,到华北军区干校学习结业后转业回乡。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王玉剑,1926年出生,1944年加入杨国夫独立营,陈沪战役之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,渡江战役,抗美援朝,1951年后从朝鲜回国后复原。 。 老人说,我们这些人,越来越少了,快没几个了,国家还没有忘记我们,我们很知足了。 在拍照时,他刻意整理好荣誉勋章,这是国家荣誉,不容易点马虎。 。 赞助商链接 杨宝申,1925年出生,1949年战斗中受枪伤,被评为因债六级伤残军人,跟助女儿女去生活。 。 余秦,1924年出生,1943年参军,之后夜袭驻扎在本地的日本陆战队。 。 1944年,跟助杨国夫司令攻打利金、滨县、吴帝等县城,淮海战役赴伤后复原回家。 。 张增仁,1924年出生,在1945年的大参军运动中正式入伍,有幸见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一刻。 。 。 在抗日战争中,张增仁参与了四次对日战斗,在炮火中经历了那段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。 。 。 赞助商链接。 周乃春,1927年出生,1945年正式入伍,亲历多次战斗,作为离休干部,2013年被当地评为滨州市模范老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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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